哈囉 大家好 我是盛智 吃素的朋友很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蛋白質的攝取含量不足 大家都會吃一些豆腐或是一些雞蛋 來補足身體所需 那我今天會用這個板豆腐 油豆腐跟雞蛋豆腐 來做出三種不同的創意料理 跟著盛智一起操作 在家也能輕鬆變大廚 我們會先將這個板豆腐把它切成八塊 等一下我們會下鍋來做一個煎的動作 我們加橄欖油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將這個板豆腐下鍋煎 那我們只要把它煎到金黃色 我們等一下去做一個醬汁 它比較好去入味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 因為我們這個豆腐煎完之後 它其實裡面還會有水分 那我們再把它拿起來之後 我們這個底部我們加一點紙巾 讓它去把這個水分都吸收 把它煎到四面都是金黃色的 這時候我們來做一個黑胡椒醬 加一點奶油進來 加一點點的這個橄欖油進來 讓它溫度呢 上來之後它比較不會去黑掉 這時候我們可以開中火 慢慢的讓這個奶油融化 來 黑胡椒出力 異式香料 番茄醬 我們剛才加入了素蠔油 還有糖 這時候就可以把這個剛才煎完的板豆腐 加下鍋去收汁 好 接下來我會蓋鍋蓋 利用這個鍋蓋裡面的熱循環的一個方式 讓它整個豆腐可以吸收更多的醬汁在裡面 然後味道或是色澤上就會大大的提升 那就完成這道料理囉 那我們下一道開始來做麻辣豆腐 最主要的就是這個雞蛋豆腐 那我們中間先開一半 好 那這一道菜為什麼要用雞蛋豆腐呢 因為雞蛋豆腐它本身就會有一種蛋的香味 那再來是它的這個口感呢 是比較軟嫩 比較好吃 那我們在炸的時候呢 它會比較香 比較酥 好 因為雞蛋豆腐它本身的這個 含水量呢 還是非常的高 那我們在下鍋油炸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油爆 那我們就可以下鍋之前 我們沾一點點這個太白粉 那我們在炸的時候 它的這個水氣比較不會上來 不會有油爆 好 再來我們炸的步驟呢 我們建議說我們炸豆腐 我們的溫度大概是170左右 因為有人會覺得說 啊 溫度會太高嗎 其實豆腐啊 它不怕溫度太高 它溫度高呢 它反而炸得更好 炸完豆腐之後呢 我們來熱鍋 加一點花椒油 那我們爆香呢 準備了這個薑末 好 把這個薑的味道呢 把它炒香 醬油 醬油 水 這時候雞蛋豆腐就可以下鍋囉 那我們就可以開中火 讓它慢慢的收汁 好 加一點這個香菜 辣椒碎 好 拌炒完之後我們就可以起鍋囉 那就完成這道料理囉 下一道我們來做 咖哩椰香油豆腐 最後一道呢 要分享這個 咖哩椰香油豆腐 那最主要的食材是這個油豆腐 那我們要怎麼快速的讓這個油豆腐入味呢 第一個步驟 那就是下鍋去穿燙 對 我們下鍋去穿燙之後呢 把它裡面的這個毛細孔 把它煮開來之後 我們撈起來 我們煮個醬汁 它這樣子會非常快的入味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炒一下爆香的料 我們加入一點橄欖油 好 薑末加下來 然後還有香茅 還有薑 香菜梗 來做一個爆香 好 香氣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這個 咖哩粉 那我們咖哩加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關火 利用鍋子的這個余溫呢 把它炒熟 好 那我們加入高湯 好 這時候剛才燙完了這個油豆腐 就可以加進來 好 這時候也是蓋上鍋蓋 縮短它這個烹煮的時間 大概煮個三分鐘到四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起鍋囉 那這時候呢我們可以加一點這個 鹽奶 好 我們可以加一點胡椒鹽 做一點調味 好 我們可以加一點胡椒鹽 起鍋之前加一點辣椒碎 香菜碎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起鍋囉 以上是由我示範的三道豆腐料理 希望大家會喜歡 記得在家試做看看喔